其實小時候是真的會想過說 自己如果看得見會是什麼樣子 也就是在這種看不見的情況下 去接受自己能夠盡量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我覺得媽媽在我的心中就是 一直扮演的一個支持者 他可以讓我很明確的覺得說 看不見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我覺得天分就是一種 算是這個門吧 就是開啟你這個 也許音樂之路這個門 你一定要有比天分多很多的努力 才會能夠繼續精進這樣子 我覺得作用美應該就是 我在電影裡面講的那句話說 如果不是的話你怎麼知道 你能夠做到多少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要先去嘗試 你才可以知道說 你能不能做到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喜不喜歡這件事情這樣